你在外头流浪,流浪流浪,辛辛苦苦,这次你能回来了,太好了 长落我尽,是自信里面的使得 我意思就是自在,就是永恒 所以身不生活,身有生命 它是妄心幻化的形象 所以它不是真有 尼利亚的时候,身死了,身灭了 灵魂不灭 身灭了以后,到哪里去了 这是物质现象,到哪里去了 物质现象本来没有啊 你说的到哪去了 另一面上讲的好 当处出生,随处灭金 生灭,同时,同处 同时同处 所以才,这个金山家,同时相应 就这个道理 射方入一,入一个刹土 一个刹土入射方 本相不坏 为什么本相不坏 这个里头有无比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自信 是值得信的 下面我们看到 黄老巨是去本经中 那,讲到是学院 这些经文 本经中 弥陀宝箱普勋愿 这是四十八院里面的第四十三院 过土所有一切万物 借以无量宝箱合成 七乡普勋十方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第四十三院 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 物质现象 比如万物中任何一物 皆为无量宝箱所成 与无量相入与一物 表一切法入与一法 表一朵相入 与一法也不坏 那么这些事情呢 实在讲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还是离不开 往心 我们用 我们用 齐心动念 就是往心 往心 我们还是用分别 还是用知识 换一句话说 六道里面的众生 全是阿赖耶所变的 不了解四十真相 把阿赖耶当作真心 第一桩大错 就坐在这里 这一错呢 全都错了 一绝一切绝 一迷一切迷 众生跟佛 除了迷雾之外 没有一样不相同 极乐世界 为什么 任何业务 宝箱成就的 宝箱是信德里头 本来就居住的 没有迷惑了 见了性了 信德自然流露 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 我们常讲 德大自在 为什么自在 闻到宝箱 用我们的言语来说 宝箱加持 加持有什么好处 头一个好处 帮助你 转烦恼为菩提 转生死为涅瓣 有这样的好处 宝箱能够支扬 发生 会灭 能养 发生 会灭 你想想看 他不能养我们 肉身吗 肯定能 闻到宝箱 你身体里面 这些病毒的细胞 全都没有了 全都恢复正常了 所以你能成就 跟阿弥陀佛 跟释迦牟尼佛 同样的向好 光明 身有无量想 相有无量好 不是三十二相 六十种好 三十二相 六十种好 是像地球上的人 那可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明 佛国度里面的六成 色身相畏法 全是自信流露的 当然 一度无爱 一度相容无爱 子信里面说的 名词是 见闻俱之 迷了之后 再变成阿赖耶 阿赖耶 心心所 都居足了 受祥心事 主要 霸食臣四智 他就不在 不但不在六道 他也不在十八节 他就身 祝福如来的 十八专业度了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知道这个境界 这样的庄严 我们对于 西方极乐世界 才真正升起 向往之心 真想求生 真想求生 这一念 无量功德 为什么 你决定的是 如果对这个世界 虚幻的这个世界 你舍不得离开 那你就没法子了 你要继续搞六道轮回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不再想搞六道轮回了 虽然现在 神还在这个六道里面 我们念念的信息 阿弥陀佛 接受到了 才动念头 就周边发现 阿弥陀佛 怎么不晓得 受奉三世 一切祝福 也都知道了 你立下这个宏愿 愿生净土 愿臣佛道 愿度众生 这个愿度众生 这一愿非常重要 因为 这一愿 才是真正的大臣 大臣不为自己 自己成就为什么 自己成就为众生 我们修行 为一切苦难众生而有 不为自己 所以呢 斤斤不懈怠 没有自己 为祝福如来 为什么要为他 祝福如来 念念念众生 也包括我在当中 我要怎样 抱他 怎样不辜负 他的期望 那就是 生到极乐世界了 佛看到了 欢迎你 你终于回来了 你在外头流浪 流浪流浪 辛辛苦苦 这次你 你能回来了 太好了 大致之源通 张里面所说 形容 如母一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像个慈母一样 天天念着我们 我们真的发心回家了 欢喜 这一欢喜 佛光 加持你 宝箱 加持你 从来没有 中断过的 自信 发耳如是 就不可能 有中断 我们真正明白了 你说 得多大的安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